嗨大家好我是強力嬌 我的本業是實用者體驗設計師 我的提案是地下市長大平台 所謂的地下市長呢 這個名詞的創始人是 草原市長鄭文燦 他說檢舉達人把政府當成工具 簡直就是地下市長 所以沒錯這個計畫就是交通違規的檢舉系統 這個大平台整合22個縣市 外加國道交通違規檢舉系統 讓你可以隨時隨地隨心所欲的檢舉 這個大平台也讓你省時省力 你只要上傳一張照片和選一個違規事項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帶入時間 地點、車牌、檢舉人資料還有法條 沒錯我們非常的重視法律 我們出去找人單挑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 欸先生你並排停車喔 這樣氣勢整個就會揉掉 我們都會說 先生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56條第二項 你借過一下我拍的照 那平台就比較厲害了 所以大平台把每個違規項目和法條 逐一對照 並附帶送交證警局 讓程安率提高是我們的特色 這也是我們的目標 那我們打算怎麼做地下市場大平台呢 首先這是一個PWA 桌機和手機都可以使用 這個是概念圖 三大角色 檢舉人、案件、三寶都有戲份 在這邊正字正確一下 三寶販子用雞腿換駕照的所有駕駛人 並沒有隱色特定的族群性別還有年齡 好,那第一個部分關於案件 使用者可以送件 並且追蹤後續的處理情形 也會記錄你成案的案件數 還有你幫國庫賺盡的錢 第二個部分關於檢舉人 我們會每週比評各縣市地下市長們的績效 並且架設一個論壇 讓大家討論三寶鬼故事 檢舉秘技、傳授、道路政策、研討等 也可以違規者申訴敗訴的判決書 獲得每日一笑的效果 最後是三寶們 馬路三寶和其多大平台想發展三寶購 大家平常在路上隨意捕捉三寶 送件至警局之後 大平台會告訴你 你捕捉到的三寶是什麼等級的 還有他這週被捕捉了幾次 是不是稀有種 好,我需要幫手 地下市長大平台目前的進度是 檢舉介面的wireframe已經完成 整體構想已經有出行 我們還需要工程師、UX、UI等專家資源 也需要有調查員和平常有在檢舉的人 讓我們做訪談 這是手機版檢舉頁面的簡易設計稿 這是用material design做的 再次承證志同道合的設計師 加入地下市長 一起激浪出更多更有趣更易用的產品 以下是專案授權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大家